第3569章 神王之争 就在刚才 梁星成已经通知了大哥 正在调遣高手前来 梁星成的大哥 可是梁岳成成主 地位崇高 一身实力更是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 其他梁岳成高手 迅速将柳无邪团团围住 纵然柳无邪有诛神剑正在手 也不可能抵挡住这么多高手攻击 柳无邪 乖乖受死吧 梁星成一声力喝 让柳无邪跪下受死 既如此 那便站吧 柳无邪举起破日剑 今日就算是死 也要杀他一个轰轰烈烈 泰然的剑是 铺天盖地 正的方圆百里空间不断晃动 好强的气势 这小子是谁 怎么以前从未见过他 赶来的那些神水宗弟子 并未见过柳无邪 才有此疑问 你们还不知道吧 他可是徐灵雪的夫君 先行赶到的弟子 连忙说道 你说什么 灵雪有夫君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 赶来的这些弟子 一脸震撼之色 目光中透着不可思议 徐灵雪在他们心中 可是冰清玉洁的存在 怎么会看上小小的真神镜 你们还不知道他夫君的来历吧 虽然修为不高 却早已扬名中三欲 关于柳无邪的信息 一点点被人扒出来 得知眼前男子 就是获得五神大笔冠军的柳无邪 神水宗弟子又是一阵惊呼 场中局势越来越焦灼 梁岳成诸多高手 准备朝柳无邪发难 大战一触即发 够了 神水宗宗主一声力喝 身体掠到战场中间区域 挡在梁岳成面前 不允许他们对柳无邪出手 云宗主 你要干涉我们之间的恩怨 梁兴成冰冷地问道 一个落魄的宗门而已 连半部神皇境都没有 他们梁岳成早已凌驾于神水宗之下 真要是死磕 梁岳成并不畏惧神水宗 而且还能以碾压的姿态 让神水宗投鼠忌器 徐灵雪是我神水宗弟子 柳无邪既然是他的夫君 自然是我们神水宗半个弟子 我们岂能看着他遭受欺负 云宗主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番话说出来 让柳无邪心中对神水宗的怒气 消散了不少 宗主 这小子就是一个惹是惊 来了就给我们神水宗招惹祸端 没必要为了这个小子强出头 之前吉利撮合两家联姻的 那名神水宗长老再次站出来 认为神水宗不要多管柳无邪的闲事 这种人死了也就死了 风鸣 你竟敢质疑宗主的决定 又是几名神水宗长老站出来 立刻一声 神水宗按照辈份划分 宗主是云字辈 以云字称谓 下一代则是风字辈 向风华 以及刚才开口说话的凤鸣 都是以风字开头 而且凤鸣乃风字辈地位最高的一个 仅次于宗主 云宗主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如果能联姻成功 你们神水宗便能得到三神湖作为聘礼 梁星成笑咪咪地说道 就算徐灵雪有过夫君又如何 他们又不是想要收获徐灵雪的芳心 千天道体才是他们所图 换作之前 我也许会考虑 既然灵雪已经有了夫君 联姻的事情 请梁长老修要再提 来者即是客 我们神水宗岂能怠慢了客人 至于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神水宗不想干涉 但这里是神水宗地盘 还请梁长老给神水宗一个面子 今日之事 就此作罢 云宗主语气不软不硬 言语中的意思表达得也很清楚 你们梁月城跟柳无邪的恩怨 他们神水宗不会管 就算你们大战 也要离开神水宗范围 这小子杀我梁月城七长老 今日谁敢阻拦我们 就是梁月城的敌人 梁星成发出一声冷笑 等杀了柳无邪 再找神水宗算账 出罢 大手一挥 梁月城所有高手 迅速扑向柳无邪 梁长老 你真以为我们神水宗好欺负不成 云宗主怒了 骇然的顶级神王之势 将梁星成他们直接推到百米之外 他只是化解这场恩怨 并没有对梁月城高手痛下杀手 以他的修为 全力出手 梁星成等人早就是一具尸体 哼 小小神水宗 竟敢挡我梁月城杀人 一道冷横 从遥远的苍穹分踏而至 随即 促使到顶级神王境 悉数抵达 诛杀宗门顶级神尊 放到任何一个宗门都是大事 甚至容易引起宗门之战 普通弟子死了 最多引发一些纷争 顶级长老不同 他们可是宗门的中流砥柱 每死一个 对宗门都是莫大的损失 突然来了这么多顶级神王 让神水宗如灵大敌 梁星元 没想到你也来了 云宗主目光看向领头的那名男子 他可是梁月城城主的二弟 也是梁星城的哥哥 一身修为已道化境 传言他一只脚已经迈入半部神皇境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顶级神王虽强 但在半部神皇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皇者 那可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这也是寻一大师不惜一切代价 为柳无邪延缓血灵咒发作时间的缘由 是谁杀我梁月城长老 梁星元连看都没看云 宗主一眼 目光看向场中的柳无邪跟徐灵雪 这次梁月城前来神水宗 梁星元新知肚明 二爷 就是这小子杀了七长老 一名梁月城神尊长老快步上前 说完用手指向柳无邪 梁星元宛如杀意一般的目光 只赐柳无邪而来 你就是柳无邪 显然梁星元也听过柳无邪大名 武神大比冠军 诛杀封神的二十名弟子 如今中三玉谁人不适 是柳无邪暗中戒备 随时做好出手准备 虽然他有诛神见证跟一号 但面对这么多神王境 胜算几乎为零 李自敬吧 梁星元只是冰冷地说出四个字 让柳无邪自敬当场 不好意思 我拒绝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放眼天下 能让他自敬的人还没出世 既如此 那别怪我很辣无情了 你应该知道 落入我的手里 并让你生不如死 梁星元说完 巅峰神王之势 撕开空间 一只无形的大手 朝柳无邪抓过来 这就是顶级神王 柳无邪感觉周身被封锁住了 不论他如何挣扎 都无法摆脱梁星元的攻击 别说召唤一号 连诸神剑阵都施展不出来 周围那些梁月城修饰 发出阵阵冷笑声 我们梁月城 要是能获得这套剑阵 整体实力又能提升一大截 梁月城几名长老小声交流 柳无邪刚才寄出的剑阵 让他们眼馋不已 大手越来越近 随时都能擒拿柳无邪 站在一旁的徐灵雪勃然大怒 寄出自己的长剑 朝那指神秘大手狠狠斩下 放肆 梁星成悍然出手 一掌劈出 扑 徐灵雪的身体倒飞出去 鲜血染红了苍穹 看到妻子被先飞 一股狂暴的杀意 震朔诸天 梁月城的处声 今日要是不能杀了小爷 他日我并踏平你们整个宗门 柳无邪的声音 响彻九霄之上 震得众人头皮发麻 这是何等的狂傲 竟然要一己之力 覆灭一个超级大宗门 众三玉超一流宗门 哪得不是传承百万年 不知道经历多少风浪 什么危险没有经历过 岂会因为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一番话 就会吓得手足无措 你没有机会了 梁星元大手凌空碾压下来 梁星元 在我神水踪地盘上 还轮不到你随意杀人 云宗主悍然出手 同样是狂暴的顶级神王镜 直接撞向梁星元的进攻 两大顶级神王镜 看似清淡描写的一击 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息 通隆隆 苍穹被打穿 湖水再次被蒸发 已经能看到湖底了 大量的鱼儿凭空消失 抓向柳无邪的大手四分五裂 被云宗主震碎 好 很好 神水踪竟敢与我们梁岳城开战 既然如此 那你们神水踪 也没必要在西北区域存在了 梁星元霸气无比 竟然说出这番话来 神水踪再不济 那也是超一流宗门 岂是那么容易覆灭的 梁岳城好狂的口气 我倒想要看看 你们梁岳城如何覆灭我们神水踪 迷人还有三分火气 梁岳城如此咄咄逼人 神水踪纵然想要与其较好 此刻也不得任由他们拿捏 此刻云宗主也看出来了 梁岳城跟他们联姻是假 想要吞并他们神水踪才是真的 至于如何吞并 他暂时还不清楚 但他十分肯定 梁岳城肯定已经着手布置了 不然刚才也不会大言不惭说出这番话来 从神水踪身处 又略过来十几名顶级神王境 他们可是神水踪最强战斗力 梁岳城想要在这里闹事 仅凭梁星园他们还不够 西北区域资源有限 梁岳城跟神水踪为了争夺资源 这些年也没少发生打斗 每次神水踪都处于下风 这几年发现的好几座地下神脉 都被梁岳城抢了去 神水踪地位一天不如一天 就在前不久 有长老暗中找到云宗主 说梁岳城有一两大宗门联姻 才有今日的事情 今日便让你们知道 我们梁岳城有没有这个本事 既然你们不是好歹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梁星园说完 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容 果然如云宗主所料 梁岳城图谋他们神水踪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只要灭掉神水踪 从此以后 梁岳城独霸西北区域 成为至高无上的霸主 第3570章 半步神皇 梁星园说完 狂暴之气横扫苍穹 神水踪所有长老如灵大敌 连户山大阵都全部开启 谁会想到 因为柳无邪的到来 竟让两大宗门 走向了极端 宗主 请您三思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柳无邪 断送整个神水踪 风鸣再次站出来 让宗主三思 哼 这些年梁岳城一直压制我们神水踪 抢走属于我们的好几条神脉 说是连鹰 还不是冲着灵雪的先天道体 要是让他们得逞 我们神水踪才是真的完了 除了风鸣之外 场中还有不少疯自备的长老 梁岳城跟神水踪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争斗 但私底下弟子 一直名争暗夺 尤其是最近几年 神水踪几座矿卖的丢失 都是梁岳城案中派人杀了神水踪几名管事长老 碍于没有证据 神水踪无法朝其发难 只能咽下这口恶气 但不代表 神水踪高层就不知道这些瘾瘾狗狗 我们神水踪成立一百零七万年 历经生死危机促十次 仅凭你几句话就下退我们 那我们神水踪也没必要再中三玉立足了 云踪主虽然是女流之辈 能执掌这么大的踪门 绝对有自己的铁腕手段 放眼中三玉时几个超一流踪门 哪个没经历生死危机 不一样活得好好的 既然你们不是好歹 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今日我必杀这个小子 看谁能阻止 梁星元只是威逼利诱而已 跟神水踪全面开战 他还没这个勇气 他们的目标 是让神水踪主动交出柳无邪 柳无邪乃我神水踪半个弟子 他的事情 就是神水踪的事情 你们想要杀他 那先问问我们神水踪同不同意 云踪主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横 今日要是将柳无邪交出去了 那神水踪 将受到万夫所指 神水踪可以损失 但绝对不能让人戳几两骨 多谢师尊 瞿灵雪突然跪下来 刚才他还担心 宗门放弃他跟夫君 任由梁月城打杀 柳无邪目光看向神水踪方向 发现大部分长老 对梁月城充满怨恨 只有少数人 希望神水踪放弃徐林雪跟柳无邪 主人 看情况神水踪有高层被梁月城收买了 宿娘一直关注场中局势 暗中给主人传音 我知道 不用宿娘提醒 柳无邪已经看出来了 这次联姻的事情 应该也是神水踪某个高层暗中缩使 梁月城高层前来 喜出的时候 云宗主并不知道他们是来提醒 抵达大殿后 这才说出实情 眼前要紧的事情 是击退梁月城的高手 他还需要借助神水踪的力量 既然神水踪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 梁月城想要杀他 不是那么容易 云宗主 你真的要执迷不悟吗 梁星元语气越来越冷 骇然的杀意 形成一道领域 欲要将柳无邪禁锢在领域之中 面对梁星元咄咄逼人 云宗主身上压力也很大 他在权衡利弊 保下柳无邪 到底值不值得 神水踪不是你想要撒野就能撒野的地方 给我滚出去 每等云宗主开口说话 一道冷和声 从宗门深处传出 随即 一道人影一闪而逝 站在了战场中间区域 师姐 你出关了 见到来人 云宗主连忙上前行礼 见过师尊 其他疯字被长老 纷纷朝这名女子行礼 柳无邪目光看向这名身着宫装的妇人 脸上流露出一丝怪异之色 这不是在甘亲关遇到的云华大师吗 几日不见 不仅容貌更年轻了 身上的气息 更加隐晦 一举一动 仿佛都能牵动天地大道 刚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做得没错 云华大师朝云宗主点了点头 大战的时候 云华已经出关了 并未出手干涉 直到此刻 这才站出来 得到师姐的肯定 云宗主脸上的表情更加坚定 见过刘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云华说完后 朝柳无邪走过来 恭敬帝朝柳无邪局了一躬 没有柳无邪当日讲解 他不可能这么快触碰到那神秘门槛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震惊当场 包括神水宗高层 梁岳成几十名长老 面面相去 一脸的不敢置省之色 别人不知道云华的地位 他们梁岳成可十分清楚 当年云华可是云自辈最耀眼的天才 按理说 应该由他接替宗主之位 只因他最心于修炼 对宗门事情 不感任何兴趣 不论是天赋 还是实力 云华才是神水宗最强的 见过云华前辈 柳无邪连忙弯腰回礼 众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柳无邪怎么会认识云华大师 站在一旁的徐灵雪 大脑一片空白 他当然知道云华大师 连宗主见到他 都要可客气气 谁会想到 云华大师对自己的夫君 如此恭敬 达者为师 在云华眼里 柳无邪就是师者 何为师者 授业解惑者 他困扰多年的问题 因为柳无邪一番话 就将其解惑 缩短了他促万年苦功 称之为一生师者 老也不过分 你放心 别说你是雪儿的夫君 纵然没有这层关系 从今日开始 你便是我神水宗最尊贵的客人 以后有什么拆遣 尽管吩咐 云华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众人更是震撼莫名 多谢前辈 今日之恩 晚辈铭记于心 柳无邪一脸感激之色 两人的谈话 没有避讳任何人 寄书给了神水宗听 让他们以后不准怠慢柳无邪 同样是说给梁岳成听 以后为难柳无邪 就是跟神水宗作对 云华 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小小的柳无邪 开罪我们梁岳成吗 你应该知道 得罪了我们梁岳成是什么后果 梁星元脸色无比阴沉 你们梁岳成这些年做了多少龌龊的事情 还需要我一一说出来吗 趁着我还没生气 赶紧滚出这里 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云华眼眸一朗 对柳无邪客气 不代表他对梁岳成这些人也会客气 无边无际的气浪横扫而出 梁星元竟然承受不住 往后退了好几步 同样是巅峰神王 但修为高下立判 同一个境界 修为分为三六九等 云华 多年不见 脾气依旧不减当年啊 从极远苍穷处 略出来一道人影 抵达的那一刻 天地裂变 淡淡的黄者之气 充斥天地 大哥 见到来人 梁星元还有梁星成 纷纷上前行礼 此人正是梁岳成城主 梁星玄 半部神皇境 梁岳成跟神水宗 在超一流宗门中 排名都不算靠前 传言经神剑宗 还有其他几个超级大宗门 已经诞生了真正的神皇 是真是假 无从知晓 一群废物 连小小的真神境都收拾不了 还损失了一名顶级神尊敬 等此监视了 你们都回去面壁三个月 梁星玄冰冷的目光扫过梁星成跟梁星元 虽然是亲兄弟 他们两个从小就害怕这个大哥 神水宗高层如灵大敌 梁星玄可是半部神皇 修为远耀高于云华跟宗主 一旦开战 他们神水宗很容易吃亏 半部神皇很强 但想要摧毁神水宗的根基 也不是那么容易 神水宗可是有半部神皇法宝 可与梁星玄一战 真没想到 一场普通联姻 连你都来了 看来你们梁月城早有图谋 如果今日我们不答应联姻 你是不是就要强行干涉 云华算是看出来了 梁月城名的是联姻 实则想要吞并整个神水宗 教出他们 今日是情 我们梁月城可以既往不救 以后大家还是盟友 梁星玄没有多余的废话 说完只向柳无邪跟徐灵雪 柳无邪必须要死 他杀死梁月城长老 不将其即杀 梁月城口碑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 让神水宗教出徐灵雪 先天道体他们有大用 只要能培养出来一尊混沌圣体 他们梁月城总有一天 成为超一流宗门之首 问鼎众三玉 不好意思 我拒绝 云华将柳无邪之前说的话 重复了一遍 拒绝得十分干脆 徐灵雪乃先天道体 与他诞下的孩子 前途不可限量 柳无邪天赋本就不差 两人结合 生下来的孩子 甚至要比混沌圣体还要妖孽 我只是告诉你 你们神水宗还没有资格拒绝 梁星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说完 大手一抓周围空间直接消失 柳无邪的身体再次被禁锢住了 面对半部神皇境的攻击 他必无可避 备战 云宗主一声令下 让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 刚才师姐说得很清楚了 柳无邪可是神水宗尊贵的客人 虽然他不清楚师姐为何这样说 既然师姐说了 他必定严格执行 就凭你们 也妄想阻止我抓人 梁星玄冷笑连连 再多的神王境 也抵挡不住半部神皇的攻击 空间陡然变化 云宗主正要出手救人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先飞出去 这就是神王与半部神皇之间的差距 放肆的是你 竟敢在我神水宗面前要武要威 滚回你们的梁月城去 站在柳无邪一旁的云华突然出手 随即 一股更加强横的半部神皇之势 席卷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